大家好 我是Mira 我現在又來了濟州島 今天是10月8日 現在是8點56分 代表我們剛才乘了非常早的飛機 來濟州島 昨天是10月7日 晚上就慶祝 然後喝了一點酒 但大家都知道韓國人在飲酒方面是多麼恐怖 然後我沒有睡覺 直接乘飛機來濟州島 我覺得現在是整個人好暈 好煩啊 為什麼偏偏來濟州島要下雨呢 為什麼我們會來濟州島呢 因為10月8日和10月9日 濟州島有一個叫做 一個濟州美食節 是一個大型的美食活動來的 所以我來的目的就是要來認識 和拍影片給你們看 現在下雨很煩 現在我們正在走去會場 就是這裡了 原來有很多人來 還有我看到有很多人都是拿著鏡頭來的 可能有很多記者會在這裡 就是這裡了 你看水 好大雨啊 為什麼今天會這樣 還有不知道是不是在室外搞的 如果在室外搞的話 我們就要拿著傘吃東西 那就很煩啊 但是景很漂亮啊 我想說是在這裡的海 但是很可惜今天下雨 如果不是下雨的話 在這個草地吃東西是多麼開心 但是可惜 魚是大到不陷 Kurits Kurits 我真的每次來濟州島 都是有些不好的天氣 上次來濟州島就先熱到黏了 這次來濟州島 就下雨下到黏了 為什麼濟州島的天氣和香港那麼像 腳已經濕了 你看這條隊 怎麼會特別長的呢 然後你看看我旁邊 是沒有人排隊的 見不見到幾大雨 見不見到幾大雨 為什麼颱風偏偏會在這幾天來的呢 這裡總共有10個車 分別代表10間餐廳 而這10間餐廳呢 就是韓國最top的10間餐廳來的 哇好吃的 難了這麼多 你看好忙啊他們 不可以吃嗎現在 不可以 超級餓了 我為了這一餐 為了這一餐剛才是沒有吃東西的 沙拉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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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州焗雪 但原來是冷的 好像很好吃 嗯 超好吃的 哈哈哈哈 但沒有味道 嗯 有點沙拉的感覺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不是risotto的朋友嗎 嗯 這個risotto好像是意米 對呀意米 這是意米 意米 有幫助脂肪的 這個沙拉 有蝦 然後有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豬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嗯 原來是陰肉 這個是肉餅 這樣就配飯吃了 這個是我在韓國裡面呢 其中一個很喜歡的湯類食品 告訴你們吧 這個為什麼叫魚蝦 這個為什麼叫魚蝦 蛤是什麼蛤 蛤 蛤 所以呢 這裡面有蛤 哈哈哈哈 開玩笑 我聽說那個味道好像蛤肉 我沒有只有蛤肉 你不能吃蛤 很可憐啊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今天是來得非常不合適 因為今天實在太大雨 搞得我們很難受不成輩 不過我們明天呢 都會再來 因為明天的食物都是不同的 希望明天不會再下雨 如果明天好天的話呢 那就 我們會不會這麼瘋 眨眼我就回來酒店了 我們現在這間酒店叫做 我非常喜歡這間酒店 大家看看我這個景 有泳池 然後這麼大片草地 看上去很舒服 然後給大家看看環境 有位小姐坐在這裡 床很寬 非常好睡 椅子也好坐 有點亂 酒店room tour 我覺得這間房間非常寬鬆 非常滿意 這個可以關門的 晚上我們睡覺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拉起來 如果我家的廁所 有這麼大片鏡 我就 非常之完美 我覺得 好想餘下一個熱水肉 然後廁所 我覺得這隻木的設計 看來很舒服 我想說 因為今天我們一早就乘飛機來小周到 而且因為昨天是7號 就是我生日 慶祝生日 然後玩得很晚 然後基本上我是通頂 然後直接乘飛機來的 所以我現在很晚睡 很晚睡 加上剛才有橫風還雨 我們剛才吃東西的場地 其實距離這間酒店 是一個半小時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遠 我不知道濟州島原來是這麼大的 真的完全沒有想像過濟州島 會這麼大的 還遠過屯門出尖沙咀 所以現在就要打算 暗一會兒 然後就剪片 因為我今天10月8日這條片 我還沒剪好 待會打算暗一個小時 然後快速地剪片 要不然10月的睡 就好像沒有上載片 唉 不可以這樣 好了現在是9點半 睡醒 然後我又剪完片 準備出去吃東西 我想說 濟州島真的很濕 你看我的頭髮 現在完全直了 其實今天我是捲了兩次的 那頭髮 但是捲完兩次之後 都是變成這樣 所以我決定放棄 我覺得我們這間酒店很漂亮 你看看 那裡傳來很香的泡妃味 好想吃啊 想沖下去 其實不如下去吃 哈哈 不知道多少錢呢 好漂亮啊 咖喱是透明的 嘩 嘩 但可能是因為有落雨的關係 對啦 濟州島呢 忽然間變得好冷 我現在穿了長袖衣 但他們兩個呢 穿短袖衣 冷死他們 我們現在呢 出來 酒店附近的 一條街 是看到有很多東西吃 不知道為什麼呢 在濟州島 我看到最多的餐廳 竟然是 我上次看到很多間 然後呢 我們剛才一轉進來這條街 又是第一時間看到 結果我們是進來 吃炸雞的 我們不是吃黑豬 我們竟然吃炸雞 但是呢 其實我在韓國吃 之前吃過一兩次 但我都沒有看到披薩 你有沒有看到披薩 沒有 但是呢 我們是點披薩 買飲品是免費的 對啦 他說只要喝完 就不會收錢 我覺得這間店很神奇 披薩 披薩 韓國 我們通常吃披薩的時候 披薩會有千島醬 或者茄汁 但是這個沒有 不過我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 我最愛吃 這是什麼 不是 吃雞 吃雞 去修爾應該吃炸雞 你不是吃炸雞 你怎麼吃炸雞 在韓國 你解釋一下 在韓國怎樣 炸雞是什麼 在韓國 在什麼地方都要吃那個炸雞 好了現在要來吃炸雞了 炸雞 因為在韓國 牙脂其實是代表男性的食器官 所以如果很大聲地在街上說炸雞的話 其實應該會被很多人看 剛才盼燈在這裡一直說 很煩 眼闊肚窄 吃不完 要拿回去吃 我們終於回到炸雞了 我們要洗澡睡覺很晚睡 我們明天10點再見 拜拜